上百香的啤酒掉在馬路上 造成了交通大打結 早上六點半通勤尖峰時間 基隆一輛載滿啤酒罐的飲車 疑似車門沒有關好 行經激進一路的時候 大量啤酒從艙門甩出散落一地 還佔據了一線道 交通嚴重的回堵 變成了大型的停車場 有不少民眾因此遲到抱怨憐憐 警方忙著指揮交通 因為一箱箱的啤酒散落一地 有的還堆成小山 交通受阻 通勤民眾臉全都綠了 上學遲到了嗎 怎麼賣 媽媽牽著小孩邊說邊趕路 真的超無奈 啤酒佔據整整一線道 民眾騎著機車小心翼翼閃過 這路到底要怎麼走 闖獲的就是這輛一飲車 吊了上百香的啤酒 時間還是在早上六點半通勤尖峰時段 地點是在基隆 準備上國道的重要道路 基金一路跟賣金路口 疑似是車門沒關好 一箱箱的啤酒從艙門甩出交通大打結 行經彎道疑似車門沒有關頭 早是車上的物品散落一地 是路太邪的自己跑不掉 司機說是路太邪讓紙箱混 砸著啤酒罐占據一線道 道場遠景也徒手清理 從高處俯瞰道路變成停車場 國光客運站長也從現場了解狀況 開車搭車的騎車的各個心急如焚 不論肇事原因為何 能確定的是大家急得要出門 全都很頭痛 記者蔡之恆基隆報導